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做法又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郑德十一年八月 在兵部尚书王穷的举荐下 王阳明巡抚南安 赣州 青州 张州等地 这四个地方是四省交界之地 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土匪 而王阳明此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剿匪 来到救任地后 他立马着手剿匪事宜 虽然匪患严重 但是得益于心学的雾头 王阳明做启示来也算是有条不紊 而心学在剿匪的过程中 主要体现为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首先 为了杜绝匪患继续扩大 他用了一种叫做石家牌法的户籍制度 具体来说就是石家为一小组互相监督 谁家要是少了人必须上报 谁家要是有人去做土匪 那石家连坐颇有些商鞅变法的味道 解决了这个问题 接下来就得直面土匪 剿匪得有兵力 以前用的都是广西狼兵 就是广西土司组建的地方武装 打仗确实猛 但是有一个问题 不听话 剿匪胜利后 要是有一段时间没土匪能剿 狼兵就会去杀平民 为何呢 因为他们需要报军功 有了军功才有赏钱 这导致内部又出现了土匪 所以王阳明决定不用狼兵 用特种兵 王阳明从四省的军队中选拔人才 瘦的不要 胖的不 要矮的不要 傻的不要 要就要那种体格好 脑子灵光的 选拔通过的加入阳明剿匪大队 高恶报酬 最后选出了200多名特种兵 选好了队伍 要开打了吗 还不是 王阳明又制定军队的管理规则 从小到大分别是25人为一五 社小领导叫小甲 两五为一队 社小领导叫总甲 200人也就是四队为一少 社小领导叫少长 400人为一营 营里有两个参谋 三个营为一镇 镇里有个偏将 两镇就是一个军 军里设一个副将 总将军肯定是王阳明大人了 从小到大 王阳明把这军队气氛的井井有条 这样做的效果就是上传下达 层层传递命令 管理起来十分有效率 军队集结完毕 开战吧 眼下主要匪患有四个 离王阳明最近的叫谢志山 离王阳明最远的叫詹师傅 最弱的叫卢科 最强的叫池仲龙 四个人一起对付 肯定捉襟见肘 那必然是逐个击破 而逐个击破 按照正常人的思路来说 有三种选择 一是攻打最弱的 先掌掌士气 二打最强的 能起到震慑作用 三打最近的 离得近 军队省事儿 唯独这个最远的不能选 因为长途远征 实在不是明智的选择 但王阳明却就选了这个最远的 所谓兵者鬼道也 你以为我不打你 但我偏偏就要打你 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 给你最致命的一击 詹师傅的匪窝很有特点 他们住的是土楼 这原不愣登的建筑 简直活脱脱的民间堡垒 而王阳明因才施教 专门给詹师傅制定了一套课程 他告诉军队先将土楼围住 截断支援 然后找一个方向作为主攻方向 不管用什么手段也要攻破 果然 这样一来 土楼轻易就被攻破了 攻破之后要怎么办呢 土楼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虽然外面被攻破了 但是人家里面藏着大量士兵 只要官兵进去 一定会被瓮中绞杀 怎么办呢 阳明先生依然有招 他告诉手下 攻破之后不要冲进去 用火弓 往里面放火就完尸儿了 等待里面烧得蹲不住了 官军在门口守着跑出来的 把他们俘虏了就行 就这样 詹师傅的土匪部队被多数歼灭 少数逃亡山林 最终被王阳明亲征平定 俘获詹师傅 平定了这股土匪 可阳明先生却不开心 因为他知道剿灭土匪只是指标 而要想治本 必须让人们有良知 他说 治山中贼易 治心中贼难 为了治良知 他首先安排流民的治理工作 让治县安民 让这些流民安居下来 这样才不会让他们去当土匪 接着开启明治 给当地人讲课 告诉他们 只要在我的管辖范围内好好生活 我一定会让你们安居乐业 还有以后要是有人在欺压你们 你们尽管把名字报到我这里来 总之一起变成守法的好公民 詹师傅被俘后还有三只土匪 王阳明决定不打了 要招降 于是他写了一封 十分肯诚的招降书 这封书很有意思 人之所供持者 莫过于身披盗贼之名 而宁读不知 乃必欲为此 其间响意有不得一者 或为官府所迫 或是为大户所倾 一时错起念头误入其中 文儿等为贼 所得苦意不多 呜呼 名无同胞 而等皆无赤子 兴言至此 不绝泪下 这一篇文章可以说是鸡贼 总结起来就一句话 你们都是我的同胞啊 你们现在变成这样 都是被逼的 跟我走吧 我们一起去过好日子 有没有用呢 可以说是非常有用 土匪里最弱的卢柯 本来也是个乡绅 是被逼反的 看到这篇文章 是泪如雨下 然后就带着部队投降了 这时候 王阳明的心机就出现了 你说你投降 那你拿出点诚意吧 要不你去把陈志山的小弟 陈日能灭了 然后卢柯就真去把陈日能灭了 陈日能被灭之后 陈志山坐不住了 派了两个间谍来王阳明军中打探情报 结果陈志山不知道的是 王阳明是个策反高手 直接把这两人策反了 而且其中一人还是陈志山老巢的设计者 在这位无剑道的带领下 王阳明最终智取陈志山 剩下最后一个持重龙了 王阳明也有持重龙到干州招安 你看听话的都过得好 不听话的都被我灭了 你选哪一条道上的 持重龙也算是个人物 他决定亲自去打探一下虚实 来了干州之后 王阳明倒也没急着动手 因为持重龙带的人也不少 他把持重龙当作以归降部下来对待 奖赏了很多钱 持重龙很开心 但开心归开心 还是不肯投降啊 而且还带着大小首领 以及百余老弱残兵前来道谢 说是来道谢 其实就是来空手要赏钱的 王阳明非常客气 都是我的好百姓 都请进来好好招待 王阳明是大摆宴席三天 持重龙放松了警惕 却不想这是鸿门宴 吃得正开心 王阳明的伏兵冲出 一举拿下 当晚将这些人全部杀死 为啥之前的人没杀 就杀了持重龙 因为此人最大恶极 已经没了良知 属于唐僧来了也就不了的那种 接着王阳明对持持重龙的总部 发起了进攻 他封锁了持重龙被杀的消息 然后支持土匪的叛徒卢科传话 说是起义军首领们 已经归顺朝廷了 为了表示奖赏 官府给大家每人派发半斤猪肉 两斤大米 全村男女老少吃完晚饭来领取 然后这些土匪们 就一个个傻不愣登的去了 去了之后 那自然是一个活口都没留下 就这样王阳明在两年内 荡平为患数十年的盗贼 附近的人都惊呼他是神 其实他不是什么神 他只是一个认真做事情的人 狡匪不是表任务 更不是表公勋 而是切身实地地为百姓考虑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王阳明便是那个有心之人 不经验主义 不本分主义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具体的事情上去锻炼自己的处事方式 这是他留给我们不灭的精神财富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